讓許多棒球迷興奮的新球季 倒數開打 中華職棒新球季開幕戰 十七號將要在天母棒球場舉行 由去年球季總冠軍 童一師對上兄弟相 而新球季第二戰將要在桃園 球場舉行新農牛與 拉米狗桃園隊的對戰 兩隊都拿出了秘方 拉米狗桃園隊球員大口大口 將牛肉麵吃下 象徵要將新農牛吃死死 拉米狗桃園隊總教練洪玉莊則放話 勢必將全本土球員的新農牛吃光 而新農牛也不甘失落 單初與拉米狗相似 鹹的辣米糕 新農牛總教練 也在阿美組兩位球員 林茵姐與黃智培的餵食下 狠狠地將辣米糕吃掉 雙方較勁異味濃厚 林茵姐今天只要先餵我們教練 董教練 好吃嗎 這段我們去年球季結束之後 在十一月四一號就馬步停停 就開始做我們的集訓 我想期許我們的球員 在比賽當中就是態度要第一 品質要第一 營聚力要第一 那團隊當然也要第一 新農牛阿美族的新秀 黃智培將要第一次正式登上新球季舞台 表示已經頗不及待要上場 很期待啊 對啊 希望希望就是可以表現好一點 因為第一場爸媽也有來看 親戚朋友都有來看 希望在我第一場可以表現得還不錯 他們可能要給我驚喜 不要讓我知道啊 對啊 雖然牛圓兩隊是新球季的第二站 但雙方是首站都公佈先發投手名單 Lamigo桃園隊派出洋將投手瑞 而今年延續去年全本土球員陣容的新牛牛隊 則是派出林啟偉擔任先發投手 各球隊要力拼新球季的總冠軍 記者丹利府 烏溜台北市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小嘉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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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